香港民眾在8月5日 發起7個地區進行大三罷行動 由工會組織表示大約35萬人響應 而警方在下午開始 在香港九龍新界等地進行清場 發射了多枚催淚彈 橡膠子彈和海綿彈 在沙田的罷工集會 民眾坐滿在新城市廣場 和沙田大會堂之間的擺步梯 有小朋友高舉林鄭下臺的標語 在京中 民眾在下缺道行車線設置路障 警方在下午4點多發射多枚催淚彈驅散民眾 有民眾自發前往部分港鐵站進行不合作運動 一度多條地鐵線路服務暫停 香港國際機場也有超過200多架航班被取消 入夜後 在沙田警署外 有民眾焚燒雜物 消防員到場後將火撲滅 晚上7點起 有防暴警察和速龍小隊在深水部青州街和長山灣道一帶清場 期間發射多枚催淚彈 橡膠子彈 有記者額頭被催淚彈擊中流血 宋院整治 警方在週二下午召開記者會 表示在週一共拘捕了148人 年齡從13到63歲 涉嫌非法集結 襲警 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 而警方在週一總共發射了約800發催淚彈 140發橡膠子彈 以及20發海綿彈 新唐人記者柯定廷綜合報導